第五題,這題是摩天輪 這題是垂直平面的圓周運動 剛剛我們一直說的都是水平面的圓周運動 大多數的uniform circular motion 即是雲衝圓周運動都是水平面的 垂直平面圓周運動基本上比較困難維持不電的速度 不過這個題目也說它的速度是穩定的 這個速度穩定也是靠摩天輪的摩打去維持穩定的轉速 它仍然是uniform circular motion 因為是uniform circular motion 好了,那現在呢 那個人在下方的摩天輪轉 他剛剛轉到上topmost的位置 現在想我們說出有什麼力量 人手有什麼力量 以及射著veter force是什麼 這條題目呢 純粹是讓我們去對於射著veter force 有一個更加清楚的概念 其實我要介紹一下 人在下方的下方應該是受力壓力的 一是他的地心壓力 即是他的重量 其次呢 其次呢 就是那個耳 他坐在那裡的耳裡的normal reaction 一個向下一個向上 什麼叫做射著veter force 射著veter force 射著veter force 就是向著原心的net force 現在的人手有兩個力量 我們找回原心的net force 即是將weight減回normal reaction OK 就是resultant force of the weight at the normal reaction 這個減這個 如果我們用這幅寫 這個是mg 這個r就是mg-mg 整著這幅寫mg-mg 好了 他跟著右轉 右轉呢 他會經過一個lomus position 對嗎 去到一個lomus position的時候 那題目就說 Admin呢 就感覺到 game weight 即是重了 就是好像以前我們 在第六課 第六課 就是講apparent weight 的問題 就是拍攝的時候 apparent weight 這裏呢 他會說他的game weight 突然覺得重了 那這個人呢 他會說 he claims the sentrylomus 即是那個向心力呢 是大了 那是否大了呢 他會在這裏 要評論一下 comment on his claim OK 好 我們來看看圖片 那當他下降到最低的時候 那 那個 waves 就向下 但是 normal reaction 連連連向上 對不對 連連向上 但如果他要維持這個圓周運動呢 那 那 那 sendrylomus sendrylomus 那就是 向著原心的那個 那 那現在是否在這裏 剛才那個case OK 看看前面這個 跟剛才那個case 三分 調轉 這兩個力的方向 是沒有變的 Waves 始終是向下 normal reaction 始終向上 對不對 但是當一個人在正上方 最頂的位置的時候 那 sendrylomus 就應該是 weight 減 normal reaction 對吧 就是weight 是大於 normal reaction 這個時候應該 他會感覺到自己輕了 因為 一個人感覺自己的重量 是來自normal reaction 來自 乘客力 對嗎 但是 它轉到底 的時候 轉到底 的時候 那 normal reaction 會影響上 weight 會向下 這個時候 指向原心的 neck force 就叫回轉 應該是 normal reaction 減 weight 對吧 就是normal reaction 大 重量 重量是沒有變的 但是normal reaction 是會隨著它轉的時候 在那裏改變 就是這樣 fc 就是centrile force centrile force 就是mv二次方向r 這個時候 就是 因為normal reaction 大於mg 所以mv二次方向r 等於r-mg 所以 就是normal reaction 應該把這個軸回過去 就是mg 加mv二次方 除了r 這條公式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 只是在前面的動作 第一個動作 這就是靜子的時候 那個normal reaction 應該等於人的重量 對嗎 靜子的時候 那人就會感覺到 一個正常的重量 好了 這條公式告訴我們 那人怎樣感覺自己重了 因為多了這部分 因為它轉到底的時候 需要一個向上的centrile force 對不對 那這個centrile force 就是來自 normal reaction 大過它的重量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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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